位于江苏扬州寿西湖上的 上万株的梅花 也陆续进入到了圣花期 也有一番春日意趣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江苏扬州的寿西湖 那在我的身后 就是被誉为江苏三大赏梅圣地的 湖上梅林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上万株盐湖栽植的梅花 已经悄然绽放 走在其中 文艺旅清香 颇有一番春日踏青的趣味 从空中俯瞰 梅圆灿若云霞 公粉 绿鳄 玉碟 珠砂 等数百种镜香绽放 有粉红 绿白等多种色彩 层层叠叠 叉紫烟红 据这里的工作人员介绍 今年湖上梅林的范围有所扩大 总面积达到300亩 目前梅花已进入圣花期 开放接近7成 今年我们寿西湖湖上梅林 供引进了60余种的新品种梅花 包括枣花型的梅花品种 淡粉梅 晚花型的梅花品种 丰厚 新丰厚 以及浓香型的梅花品种 由于梅花对于气温的变化 相对来说比较敏感 枣花型的梅花品种开花较早 现在湖上梅林已经陆续 进入了圣花期 为了让市民游客更好的体验梅花文化 当地通过舞蹈表演 鼓针演奏 飞移市集等活动 让大家感受春天的氛围 非常漂亮啊 然后今年它的颜色还有它的品种也很丰富 最关键是游园它有好多的活动 刚才我赶上了三场 它把园林和梅花还传统的艺术结合起来了 就是让人心情非常放松的 然后还感觉生活好美好的这种感觉